大家好,我是瑞瑞 今天我收到了一套书 书名叫乌鸦幸福商店 它有一个书盒 五本绘本 第一本是乌鸦面包店 第二本是乌鸦点心店 第三本是乌鸦蔬果行 第四本是乌鸦天赋人店 第五本是乌鸦 乌鸦面店 还有送一片冰毒哦 第一本的乌鸦 第三本是乌鸦 �鸦 吁 Bush 每次乌鸦 多一次乌鸡 鸡水 20公里 乌鸦 瑞瑞,你知道乌鸦幸福商店这套书是在讲什么呢? 我知道,这套书是在讲乌鸦面包店的爸妈妈以及四只小乌鸦长大后开店的故事 哦,四只小乌鸦的名字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巧克力、苹果、柠檬以及年糕 嗯嗯,你知道乌鸦一家开了哪些店呢? 他们共开了五家店分别是乌鸦面包店、乌鸦点心店、乌鸦蔬果行、乌鸦天赋螺店和乌鸦巧麦面店 那,瑞瑞你最喜欢哪一家店? 我最喜欢的是乌鸦巧麦面店 好,那我问你哦,如果你要来开一家店,那你会想开什么店? 我想开一家乌鸦巧克力的饮料店 哦,是为什么啊? 因为可以卖各种饮料给喜欢喝饮料的客人 他们还,他们同时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哦 嗯,好啊,那瑞瑞你为什么想推荐这套书给其他小朋友呢? 我觉得这套书画得很有趣 不管是乌鸦爸爸妈妈还是乌鸦四兄妹都很努力认真 希望看过这套书的小朋友都能一起学习 好吧,那你继续看咯,拜拜 拜拜 小朋友 边巨大